《聊斋》是一部描写人鬼妖狐之间 爱恨情仇的超写实文学作品 今年台积新竹艺术记 就以《聊斋》文学互动特展 作为艺术记开幕活动 透过一系列的表演跟讲座 带领民众亲近古典文学 我们现场我们就看到他们讲聊斋的故事 所以现场还有这个厂部的部分 非常适合全家来这里玩 所以里面可以有这个聊斋的闯关游戏 其实可以适合带小朋友来这里走走看看 台积电文教基金会表示 台积新竹艺术记至今已经迈入第21届 透过艺术跟企业的合作 提供民众更优质的精神饗宴 跟在地的这个政府单位 表演团体或者个别的艺术家多交流 我们在这活动里面交流里面 很多想法就会产生 如果各级业院或是政府 有什么特别需要我们做的 或民众很回馈 我们就会往这方向去思考 今年艺术记以跨越作为主题 透过文学 音乐跟戏剧 精英的艺术团队 来呈现艺术极势跨越的概念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互动特长 让更多年轻人可以走进古典文学 然后欣赏聊灾至一的故事 透过展演 讲座 市集跟魔术剧场演出的安排 让原本只存在书本的鲜活故事 能赋予新时代的意义 让市民领略聊灾的精彩故事 民事新闻李昆熙 李柏锦 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